香港半島酒店的董事千金 Julia是個英日混血兒 二十三歲的她是一個人在日本發展 她說希望她交往的對象 身價至少要有九兆日元 也就是大約台幣二點五兆 擁有豐富才華 可以自彈自唱大秀歌喉 這是香港半島酒店董事的 英日混血千金女兒Julia 近期在日本節目上 大方公開爭男友 半島酒店集團董事高富華 二十三歲千金Julia 早前進軍日本的演藝圈 近日更加獲得日本綜藝節目 邀請擔任嘉賓 分享自己在香港 和東京的奢華生活 從小就是家中的小公主 出國都搭頭等艙 她在節目當中說 雖然含著金湯匙出身 但她的人生目標 就是能擁有九兆日元 想要找到有九兆日元 大約台幣2.5兆的男友 不只愛錢 最誇張的是小時候上學時 她的雙腳從不落地 都是由管家公主抱進出學校 甚至還說走路對她來說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還發現因為不用走路 連鞋子都忘記穿了 一大廳下午茶著名的半島酒店 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飯店 許多巨星都曾在這裡下榻 郭富城婚禮也是在這舉辦 但最厲害的是英國女王 伊莉莎白二世造訪香港時 特別指定要入住半島酒店 擁有風華的歷史 也難怪小公主的奢華生活 不是一般人能夠想像得到 東森談新聞 張戰黃富翔綜合報導 井出ges 她剛走遲 感谢观看